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虎只有这个人 聊了大概有二十分钟 可见两个人关系不一般 一点资料都查不到 我想申请使用天眼系统 对这个人进行定位 我是担心你们的调查方向出偏差 贾长安走私的矿石 是从鼎华弄出去的 要说苗焕阳一点儿就不知情 这我不信 所以说你们要从苗焕阳身上找突破口 这个我不反对 但是别忘了 我们为什么要开展暴风眼行动 我们的目的 是要找出潜在的窃密者 消除间谍组织的危险 马上明天就要进入鼎华任职了 我们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协助他展开工作 我同意您的看法 但根据我们现在的判断 谋杀贾长安的人 很有可能就在鼎华任职 还有我们这次任务 最终要保护的核心技术 也在鼎华 走私的源头很有可能也在鼎华 所有的线索 最后都归结为一个点 直接说你的判断 这个身份神秘的人 跟苗焕阳关系紧密 也就是说 他跟鼎华的关系紧密 很有可能是一条线索 再者说 就算这条线索我们找错了 也可以用我们这次的动静 来好好地掩护马上进行潜伏 对于任务来说 有异无害 稍后 我把天眼系统的授权码给你 好 宋姐 我这儿还有个事 马上的父亲 对 他的物流公司 给长安科技用过很多次矿石 按规矩办 安静 这件事交给你 现在情况特殊 别忘了照顾同事的情绪 这么晚约我来 看刘新宇啊 你这是在暗示我啊 给我卡让我随便刷 密码是你的生日 不跟你闹了 首先呢 恭喜你进入鼎华 为我们完成任务更进了一步 这张卡呢 是宋局让我交给你的万能卡 可以刷开鼎华所有的门禁 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工作卡里 你小心点 你赶紧下来 你接下来准备怎么推进啊 你先下来 你下来我再告诉你 赶紧 赶紧下来 赶紧下来 没意思 安静 你是不是有话要告诉我 没有啊 得了吧你 你以前就这样 心里藏着事的时候 整个人都特别反常 好吧 我跟你说吧 这件事呢 本来应该是宋局来说的 我给揽下来了 我们呢 查到了给贾长安 运送矿石的几家运输公司 有俊海物流 这家公司 是我爸的公司 这件事情呢 我确实得多自我检讨 我以前只知道我爸 跟鼎华有业务来往 没想到和长安科技也设成了关系 这个我确实没细问过 我觉得你也不用多想 有业务往来很正常 而且我们也就是做常规的调查 你别影响情绪啊 那你们准备怎么查 这个事呢我跟杜猛去办 会尽量控制影响 但是按照常规你得回避 这我知道 你 你放心吧 没事的 我对我爸有信心 他绝对没问题 这样 你们该怎么查就怎么查 就算搞出动静来也没事 换个角度想 我在这个节骨眼上 空降到鼎华高管的位置 你说这说正常也正常 说蹊跷吧 也确实挺蹊跷的 我正好还在担心会打倒金蛇 被人提防呢 你是想利用家里被查的事 让对手来放松警惕 对 在对方看来 国安是不会查自己人的对吧 可说是这么说 操作起来哪有这么容易啊 其实还好吧 那 那我们要怎么弄 才可以搞得人见皆知呢 我 我们大张旗鼓 把你爸爸抓起来 不合法吧 你想什么呢 你这不是让我坑爹吗 那你说怎么做 这样啊 你们该怎么查就怎么查 我自己啊 我跑到鼎华到处抱怨不就行了 你这思路还真是异于常人啊 考验你演技的时刻到了 那可不 我演技好着呢 我还真怕会影响你心情呢 那你是太小看我了 怎么样 你是不是发现 我其实身上有很多的优点 你并不了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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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 好 我认真是不错 我已经有想到的人 你もう一天的肯定了 你才能不能自己和我一天的肯定了 去哪儿 我 Grab到你去哪里 你就没有别的要和我说 你可真是严谨一概呀 安科可真是人狠话不多啊 现在局面不一样了 贾长安出事证明是有危险存在的 作为老朋友再问你一次 你真的想好了吗 心里有任何选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想清楚了 我进入公司 一定可以推动工作 所以我必须去 既然想好了 我就不多说了 我 我们会全力配合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